这道菜我认为是洋葱最好吃的做法,没吃过这道菜的一定要试试洋葱切块,然后把这个好吃的料汁调好,记得截图保存,油热把鸡蛋炒熟,蒜末小米椒爆香,下入洋葱炒至断生,加青红椒木耳翻炒五六七八下,淋入调好的料汁,炒好的鸡蛋,翻炒均匀即可出锅。